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泰国的恐怖片《鬼斯利》 影片共分为四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名叫《杀人的西姆卡》 在一个炎热的午后 几个胸怀大志的穷屌丝正在讨论拯救地球的计划 由于温室效应全球气候变暖 让这几个干啥不行吃啥不剩的家伙忧心忡忡 这是一次很严肃的会议 虽然参会的人员不多 开会的环境也并不是太理想 但与会人员的情绪都非常的高涨 纷纷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提出了很多整改的办法 由于事关重大话题敏感 为了防止造成全世界老百姓的恐慌 这次大会并没有邀请任何的媒体记者参与 通过几个人的对话我们得知 他们认为地球目前已经得了癌症了 而癌细胞就是人类 如果想拯救地球 那么就要对地球进行化疗 杀死癌细胞也就是干掉全人类 不过他们的这番言论并不是有感而发 而是在一个叫地球化疗的网站上看到 而且他们的这次见面也不是偶然的 而是有人在案中操纵 一直在会议上旁听没有发言权的陈莫蒂 在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开始放大招 这位网站站长从兜里掏出了一个地球化疗工具包 从里面拿出了一张SIM卡 根据网站上发布的消息 消灭全人类的行动将在三点钟准时开始 而此时已经2点59分了 幕后大boss陈莫蒂把SIM卡放进手机之后 开始挨个打电话 手机发出的诡异的声波 首先把陈莫蒂的表格给干掉 紧接着其他人也都中了招 在陈莫蒂手无阻导中 大批接电话的龙套全都交了饭票 陈莫蒂的表格临死前问了一个技术方面的问题 那就是正在关着手机看电影的观众 怎么才能被杀死 第二个故事名叫送死 业务能力不行 但是擅长拍马屁的狗盛升职了 很多人都给这位顶头上子送来了贺礼 狗盛在大家的面前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奖 收获了不少微信的掌声 但只有栓柱不给狗盛念 原因是栓柱的女朋友跟他分手之后 很快就跟狗盛好上了 而这个女孩不知道什么原因 前段时间莫名其妙的自杀了 这种事搁谁谁不闹心的 因此这栓柱恨死狗盛 狗盛在新办公室得死完之后 想着来而不枉费的一眼 于是便打算给同事们也送一份礼物 当他在附近瞎溜达的时候 看到了一家仇人礼品专卖店 店老板耐心的向狗盛介绍了自己的商品 大致意思是 如果你有仇人 并且希望报复你的仇人 那么可以在这个商店买一份礼物送给你的仇人 这个商店里的商品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造成的伤害也是有强有重 如果矛盾没那么深 可以选择让仇人丢脸受伤甚至残废 如果有身仇大狠 那么可以选择把你的仇人给干掉 比如这把鱼彩 上面装有特殊的引雷针 自要是下雨天打着伞出门 肯定会被雷劈死 听了店老板的介绍 狗盛当时就笑了 狗盛说别扯淡了 你这不是瞎胡闹了 店老板一看狗盛不信 于是只好把实话说出来 原来已经有人在他这里 买了六份礼物 而且这些礼物全是送给狗盛 可即便这样狗盛还是不信 店老板说打今儿期你就要小心了 你用的物品上 凡是有我们标记的 那就说明你危险了 下班之后 狗盛开着公司配的车回家 半道上转向灯突然出现了故障 狗盛明明打的是左转向 但是右转向灯却亮了起来 后面的一辆大货车 躲闪不及 光当就撞了上去 差一点就把狗盛给送走了 这个时候狗盛突然看到 在方向盘的附近 印着一个仇人礼品专卖店的logo 他急忙去找店老板 可狗撵突晚一步 这家专卖店是流动性质的 当狗盛赶过去的时候 店老板已经开始撤走了 狗盛回到家开始拆那些礼物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 他用家里的猫做实验 果不其然的 那只猫很快就挖掉 而且是死不瞑目 狗盛拆开iPad一看 里面果然有一个专卖店的标志 这下可把他彻底下降 从此之后 他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头发也是大巴大巴的雕 没几天就憔悴的不成人样 为了查出那些礼物 到底是谁送的 狗盛开始在公司里到处下学 这个时候 他无意中发现了他的女朋友 也就是拴住的前女友 当年写给拴住的分手信 看完信之后 狗盛积上那些礼物 肯定是拴住送的 于是被把拴住给辞退了 下班的时候 外面下起了大雨 狗盛接过保安帝 回来的雨伞走了出去 当他看到雨伞上的标志之后 吓得一声尖叫 急忙把伞上了出去 这幸亏发现得早 再晚一秒钟 估计狗盛就被离给屁死了 这哥们儿一路跌跌撞撞 就跑到了一铁尾上 而且被一股神秘的力量 紧紧地吸住 眼瞅着狗盛要被火车给撞死 拴住及时出现 把狗盛给救了 面对着救了自己命的拴住 狗盛忏悔地 跪在了拴住的面前 而这一幕也正是拴住想要 原来之前的那些礼物 还真是拴住送的 第三个故事名叫 暗夜离魂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 小胡子和毛蛋哥 正在行窃的时候 被女主人炮灰室发现 小胡子情急之下 一想把炮灰室给毙 一个月过去了 虽然一直没抓到 小胡子和毛蛋哥 但警方始终没有放弃 这件事对毛蛋哥的刺激不小 这一个月来 他是整天的提心吊胆 吃饭也没味的 干活也没劲 一天晚上 小胡子突然不请自来 希望毛蛋哥跟着他 再干最后一票 晚上行动的时候 小胡子还把自己的弟弟 大头给带上 三个人偷完东西 往回走的时候 跟警察遭遇上 在警察的追捕中 三个人跑进了一间 废弃的医院 哥仨正准备分赃的时候 乌远处突然一个 黑影一晃不见 毛蛋哥觉得 这里的气氛不对 建议马上撤退 但是却被小胡子给拦住了 小胡子自从把炮灰室 干掉之后性情大病 他觉得自己来到 这个世界上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给人送盒牌 而且在分赃的时候 也很不公平 甚至还用枪 威胁了毛蛋哥 接着三个人 开始在医院里 寻找那个黑影 很快他们在一个房间里 看到了三口棺材 棺材上分别写着 他们三个人的名字 接下来进入了 比较诡异的状态 毛蛋哥意识到 大事不好 就准备撒子跑 被小胡子一枪给逼了 随后小胡子 见到了那个神秘的黑影 黑影把自己 关在了一个箱子里 并且告诉小胡子 一个月前 他杀的炮灰室 已经变成鬼了 此时炮灰室的鬼魂 就在这里 并且要把他们 全部给带走 小胡子一听 可下的不轻啊 本来他想把 这个黑影给干掉 黑影说 大哥你最好想清楚 你要是把我给杀了 你弟弟大头 也会跟着一起死 黑影自称是 刚刚被小胡子 击毙的毛蛋哥的鬼魂 毛蛋哥说 炮灰室是厉鬼呀 你要是不把 手指头全切掉 他就把你弟弟给带走 为了救自己的 弟弟大头 小胡子一咬牙 把开枪的那只手 的手指头全给切掉 等切完手指头 小胡子金无一看 才发现伤当 刚刚躲在箱子里 自称是毛蛋哥 鬼魂的家伙已经不见了 只给小胡子 留下了一个假发 和一个变成器 小胡子急忙 去找弟弟大头 他来到被他击毙的 毛蛋哥的跟前 把毛蛋哥翻过来一看 居然是穿着 毛蛋哥外套的大头 当小胡子正蒙圈的时候 门外响起了 摩托车的马达是吧 小胡子跑出去一看 只见一帮 开着摩托车的家伙 刚刚离开 小胡子当时就崩溃了 随着警笛声 越来越近 这哥们生无可恋 正好开将刺杀 那么这一切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都是 毛蛋哥和他的弟弟 制定的一个计划 他们首先把小胡子 和大头引到废弃的医院 然后假装 炮灰神的鬼魂前来报仇 逼着小胡子 把手指头给切掉 接着毛蛋哥 又把自己的外套 借给大头传 导致小胡子认错人 把自己的弟弟给杀了 小胡子和大头死了之后 所有的脏物 全都被毛蛋哥 和他的弟弟占有了 不过恶人自有恶报 这二位最后 也因为作恶多端 被杨尾爷送进了鬼门关了 第四个故事 名叫《诗变阿公》 李大爷嫁和媳妇了 由于走得比较急 存折密码和传说中的 家族宝藏都没来得及交代 李大爷一共有三个儿子 三个孙子和两个孙女 老大有两个孩子 分别是儿子娘炮和闺女春花 老二只有一个叫铁带的儿子 老三有一儿一女 分别叫小明和小公 此时此刻 老大面瘫叔 正在主持家族会议 商量为李大爷守夜的事 李大爷临死前 曾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 意思是等他走了之后 千万不要把他给烧了 因为到时候会有人 过来接他走 至于这个人是谁 李大爷没说 这帮孩子也不敢瞎大听了 从李大爷的姿势上来看 似乎走得并不是 那么心甘情愿 到了后半夜 李大爷那颗 不安分的灵魂开始作妖了 花钱过来守夜的酱油姐 一声尖叫 当时就吓叫 由于李大爷经常 后半夜出来吓唬人 因此请来守夜的人 全都不瞎走 老大面瘫叔没办法 屋里藏着一百多位饿死鬼 正准备把李大爷给吃掉 如果想把这些饿死鬼捏走 那必须得加钱 大师装模作样的 跟李大爷聊了一会之后 说老爷子可是说了 这间屋子里藏有金银珠宝 谁来为他守夜 到时候他就把 藏珠宝的地方告诉谁 大师的这番话 就像一针兴奋机 所有人马上就惊人起来 到了后半夜 李大爷又开始出来吓溜子 把他的这些孙子孙女 可吓得不轻了 尤其是小娘炮 当时就被吓吓了 就在这帮人争论不休的时候 李大爷无理的灯突然就变了 灯亮之后 李大爷神奇般的站了起来 并且脚步坚定的向门口走去 这帮儿孙谁都不敢客气的 全都在李大爷屁股后面跟着 想看看李大爷到底要去哪 经过长途跋涉 大家伙跟着李大爷来到了湖边 原来李大爷临死前 所说的那个来接他的人 居然是他的初恋情人 李大爷跟初恋情人临走前 给自己的后人 说了很多正能量的话 场面十分的感应 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此去老婆的感受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泰国鬼片讲英国 欧美恶魔不好人 日本冤魂最难谈 总之都是在互扯